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太孤玫瑰》 这个是《远万号》 《探阅工作者》 远在天边的神秘感 瞬间的亲切地来到你的身边 好的我创新 是在孩子心里中了个种子的 为什么要学历史 去找到自己的歌 学历史能让我知道我是谁 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啊 《了不起的歌》 《了不起的你》 欢迎您做客音乐故事节目 《了不起的歌》 欢迎傅林老师 欢迎王聪 你好 欢迎傅老师 你好 你好 傅老师 请坐 傅老师 您好 您好 你好 您好 您好 欢迎王聪 来请坐 我们今天主题不变 我们三个人的任务还是 我们还是要推荐三首了不起的歌 是 但是作为主持人 我们是可以给节目 增加一些意外小惊喜的 当然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 三加一 我们首先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首 傅林老师的普通的歌曲 在那阳远的小山村 想要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一半发冰冰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吻到我那脸上的泪花 温暖我那优秀的心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将我思念到如今 遥望家乡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可爱的小燕子 可回了家门 女儿有个小小心愿 小小心愿 再还妈妈一个吻 一个吻 吻干她那思念的泪花 安护她那孤独的心 女儿的吻 春节的吻 圆妈妈的欢喜 女儿的吻 春节的吻 圆妈妈的欢喜 富尔街当时开完校车啊 这怎么有点走后门的嫌疑啊 没有了 看我来了说 没有一首了不起的歌 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硬给我凑了一首 您真的太谦虚了 我还真有一个问题 挺想问您的 您说 就是作为幕后的这些词曲创作者 比如说在听不同的歌手演唱的时候 您心里也会有这种 比如觉得他唱的 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意境 当然 我是不太拒绝各种形式的演唱 包括稍微摇滚一点 包括男生和女生的反差大一点 跨界一点 我都不拒绝 我倒是从另一种角度觉得 应该有新型感的音乐形式 要有变换 对 其实前两天我跟我几个同学 还讨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您说的这首歌 《妈妈的吻》 说印象当中 他们好像自打上了小学 特别是男生 就不太会有说 跟爸爸妈妈 妈妈亲一下 爸爸亲一下 或者我亲爸爸一下 我亲妈妈一下 好像在他们的印象里 就非常非常少了 我也是 我写了这首歌 但我死都没有给妈妈 还他妈妈一个吻 不会 不会亲的 但是老太太呢 她会从小亲你 这是你能够有印象 她从小亲你 这是正常的 想再还妈妈一个吻的话 就男生来讲是很难的 我记得我最后 我母亲九十多了 等我离开她的时候 她还主动拥抱我 我就不主动拥抱她 这有点遗憾 我们其实都在心里 我们说百善孝为先 其实这个孝子 在我们心目中非常非常重 对 妈妈的吻可以 在我心目中是我的家歌 因为这首歌 其实是我妈妈叫我唱的 而且也是我妈妈 最爱唱的一首歌 这首歌吧 我是写了词 自己作曲觉得不成熟 找到谷建芬老师 她很快就拿钢琴来一弄 就哼一个调就出来了 赶紧成了小歌手赶紧唱 就这么出来的 很简单 在配戏上呢 我还记得我还配过 还加上个二胡 把演员在中间来拉一段 再来一段 这舞台好表现 人们追求音乐美啊 旋律是第一位的 旋律流律 旋律永远是给人们留下了 就是青春记忆相仇 全是弦律 不是节奏 但节奏呢是代表了时代 代表了动力 代表了力量 这个东西它相辅相成的 说多了 妈妈吻可以过了 推荐第一首歌 这后门走得太大了 太棒了 像佛老师说 好了 我们掌声送给妈妈的吻 送给佛老师 好 我今天推荐 对啊 对啊 哎呀 这首歌呢 按理来说 应该是你们推荐的歌 因为在1990年代 非常盛行 又非常的有影响的人写的 爱的代价 李宗盛 李宗盛 从最开始看到的这首歌的演唱 是张艾佳 对 张艾佳 给我留下最深的弦力 走吧 走吧 最深的弦力是这个 他就是李宗盛代表了那个年代 应该从80年代初 他就有作品了 就很好了 到1993年这个电影插曲 这个歌出来了 这就很打动人 在演唱会上是必不可少的 您都愿意听这个李宗盛讲故事 就他的歌曲是讲故事 对 《爱的代价》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 张艾佳演唱的歌曲 走吧 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歌曲旋律 温暖朴素的同时 意味深长 表达出眷恋又洒脱的深情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暖心典范 2009年 李宗盛凭借该作品 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 颁奖典礼 全国音乐成就大奖 李宗盛是应该是 他给了中国很多摇滚和民谣的歌手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就他歌曲 他要说真话 他要说当下我的心情 我的体会 他一定自己有体会 有什么 他在落笔写 否则他没有体会 没有生活的激发他 甚至在爱情啊 他没受点挫折 他写不出来那种动听的东西 所以李宗盛我觉得 《爱的代价》 特别反映他的心声 他用自己的心来写这首歌 全是这首歌 我觉得是一首好歌 傅老师今天是在给我们 上音乐人声课 全是人声的道理 那我就讲了不好呗 特别好 心灵鸡汤门声 不 爱的代价 实际上它是代价 它不仅是爱 我们任何事 就人的意识 它要付出很多 它是有代价的 就你当做了这个事的时候 一定要行 它一定要付出代价 因果关系 没办法 你付出的爱 你不管它对错 最后总得要承认这个代价 所以我叫李宗盛 了不起 傅老师 还了不起 这是我听到的 目前《对爱的代价》这首歌 您诠释的是最棒 您今儿是不是还以为搭档 今天傅老师请到的这位曲中人 其实他的经历 也让他能够更好地去理解爱的代价 我们一起转身看看他是谁 好不好 好 孙领峰 前男子棒球队国家队队长 中国国家队的第一棒 与当家中外野手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 孙领峰与队友获得中国南棒奥运首胜 退役后创立强棒天使爱心棒球队 作为公益性组织 天使爱心棒球队为国家青年队 输送了众多人才 欢迎领峰 欢迎 您好 谢谢 给您几个小礼品 这个呢 是刚才 你看 跟着理咱们孩子 打肺的时候 他们自己又给画上了自己的画 来送给咱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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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太特别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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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棒了 真好 里面有画 谢谢 谢谢曾老师 咱们的现在棒球队 是从2015年建立的 它是由困境家庭的孩子 咱们把他培育长大 给到他一个完整的教育 让他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 有价值的人 您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 对 那这些孩子呢 从最开始2015年7个孩子 到现在已经是86个了 哇 这就都学棒球 对 我们现在是两个项目 那个男孩是棒球 女孩是棒球和艺术体操 哦 也知道啊 这就扩大了 但孙教练 您从职业的运动员 这一转身成为这样一个 公益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 这中间的转变 或者说您决定做这件事情 一定有一个机缘吧 是 这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 其实我是一个巧合的机会下 参与到棒球 后来在90年 我去到日本打比赛的时候 当时我们那支队伍 把所有的日本队全赢了 当时我那会儿 在我小时候的心里边就留下了一个 你能够战胜别人的时候 别人才会尊重你 为了备战08年奥运会 在美国也打了五年球 我发现棒球 是一个可以让所有人都尊重你的行业 也就是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后来呢 我也做过很多公益项目 我发现你光给钱给物 其实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你不如给到它一个机会 给到它一个未来 给到它一个技能 那我的技能 其实就在棒球领域上 但是我退役以后 其实国家并没有 从我身上把我的技术拿走 其实它沉淀到我身上了 那我其实如果能够 把它真正再贡献出来 让它变得有价值 它可能会更有价值 就是这么着 杨先生好 您自己在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 其实您能看到这个运动背后 更深层次的 您刚才谈到了人的尊严 是 尊重 自信 自强 然后你会发现 这种精神上的财富 是可以用在这些孩子身上 也是他们最需要的 我觉得已经超越体育了 特别棒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 其实更有挑战 更有经济的路 实事求是讲 当时我真的是脑子一热 真的 就是我觉得我行 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 那个衣食住行 所有的国家都管 但是我觉得 我把我的技能 给到这些孩子 我可以 但事实上 真正你在做的时候 你发现 所有一切 并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真的就是这种坚持 他一直扛到现在 他讲这个 瞬间啊 对 说的真话 不考虑我钱怎么样 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家庭 他有时候就是这样 是 这就很伟大了 我觉得 新大连中间最难的时候 是哪个阶段啊 其实就是2018年的时候 当时基地面临着拆迁 完了资金已经完全断裂了 完了正好呢 我父亲也是癌症晚期 到那会儿去世了 那会儿是最难最难最难的 后来呢 我自己的身体也扛不住了 后来就心脏病 就是那个叫心肌更死 完了加了四个支架 在那个节点上 其实就是最难 所有的压力都来了 对 身体就扛不住了嘛 你刚才谈到父亲了 其实也跟今天我们推荐的这首歌 有关是 这首歌其实是我父亲特别喜欢的 从小我就听他唱 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音乐 他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 他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对吧 包括我在做这件事 他永远告诉我 家里不需要你 但是等到后来18年 我爸爸去世以后 我当我想起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才会出现两种情感 一种是疼 一种是力量 你看他那个疼子一下让我 但是这种疼 其实像傅老师说的 他没法表达你看 其实你看 这首歌还有一个点在加 其实我 当时我爸爸走的时候 我感觉加就没了 所以我就想给那些孩子一个加 所以也才能让我撑到 现在的一个动静 所有的付出 他认为是值得的 是的 孙教练呢 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现在这些孩子们的状况 是什么样的 现在这些孩子 就是已经 今年有九个孩子 要进入专业队 哇 完了呢 今年呢 在比赛 咱们参加了八次全国性的比赛 各个年龄段的 七次全国冠军 一次全国第二 我再偷偷地问问 是男生 女生 哪个好人 男生 女生 全是全国 因为其实棒球这种运动 是咱们亚洲人 能够站到世界主流的体育运动 我觉得反正 至少我在国家队那15年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全世界各个强队我全运动 我觉得你的语言 跟棒球的风格很干脆 你看做这事脑子一热 对 听这歌我疼 但我有力量 然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我可以拿 我们中国可以 在这个领域里面拿第一 是 90年我们到了日本的时候 我们就是当时去的时候 石石球事 人看不起咱们 但是我们当时四战四胜 全给日本人赢了 完了呢 尤其是有一个球队 是当时日本队 参加世界大赛 九战九胜的球队 我们给赢了 当时日本的协会的会长 就跳出来说 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球员 时差没倒过来 所以要求再打一场 所以当时我师傅就说 没问题 再来一场 我们5比2又给赢了 打得你心服口服 对 心服口服 真提气啊 听得都提气现在 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困难我觉得 是随时都存在的 其实我希望更多人呢 真正正面地去理解 对吧 因为我们只是想把真正 为国家再多培养一些 真正有用的人 太了不起了 接下来我们的舞台 将会呈现这首歌 你今天再听到这首歌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怎么说呢 酸 嗯 真的 这首歌我每一次听都是酸 但是你要不能去 得哪儿上哪儿表达去 是的 人总得随着自己长大 自己往前走 是的 其实长大 刚才唱吧 是要有成本的 它就真的是有代价 来吧 一起唱 好 一起唱 爱的代价 爱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仍在我心中 虽然已没有它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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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然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它 偶尔难免会惦记 就当它是个老朋友啊 就当它是个老朋友啊 别让我心疼 别让我牵挂 只是我心中才有后话 让往事都随风举拔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仍在我心中 谁也没有它 谁也没有它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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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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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都寻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然心碎着是爱的代价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然心碎着是爱的代价 也曾然心碎着是爱的代价 我们节目有个仪式 要把这首歌录进去 但是我今天觉得这个音符啊 先放在一边 这是孩子们训练以后 打肺的棒球 对 然后又在上面重新作画 你很有心 是 我觉得全国观众可以作证 你脑子没热 你干的这个事儿 嗯 付出所有的代价是值得的 嗯 让时间证明一切 嗯 来 来 你这个棒球来作为音符 把它放在中间 我们把这首爱的代价 录入我们的曲库好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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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走啊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梦想的实现 需要我们付出爱的代价 是 但爱一定有回报 爱的代价录入 了不起的歌曲哭 加油 谢谢 我接下来的这首歌 大了去了 哇 真的 付老师 你怎么解释一下 他这个大了去了 那就是从地球跳出去了 哎呦 好厉害 你看我台本了吧 是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歌 是张杰的一首叫做《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 由邹振东作词 增名为作曲 曹轩斌编曲制作 收录在张杰音乐专辑 《明天过后》当中 《心并不远》 《梦并不远》 《只要你踮起脚尖》 歌曲表达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唱出了一个人对于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歌曲温暖治愈 在线人们童年时 对于梦想与星辰的向往 为未来的道路立志向前 其实这首歌最开始是张杰和粉丝一起去创作的 但是这首歌可能大家在听到的时候 会承载着更多人对于天空的这种梦想 或者是对于航天的梦想 所以今天我在介绍这首歌之前 我觉得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曲中人 因为这位曲中人她和航天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短片好不好 好 作为航三代的北京女孩王道军 从老爷辈到父母辈 军在航天系统工作 加入中国航天文创后 王道军与团队已到陆续开发出 中国航天器全系列积木 太空线 太空玫瑰等航天文创产品 为繁杂深奥的航天科学知识 涂上了铜趣色彩 有意思 有意思 所以今天我推荐这首歌的角度更多的是 因为它承载着的这些航天人他们的付出 所以这首作品也配得上 我们了不起的歌 因为这些航天人 掌声有请啊 航三代王道军 这个是三位老师的见面礼 首先我们女士优先吧 然后这个是太空玫瑰 然后我们这个太空玫瑰 因为它是2002年的神舟四号飞船的种子 然后返回来以后培育出来的玫瑰 然后它跟一般普通的玫瑰还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看它比较小 然后它也寓意着就是我们要把爱情 然后捧在手心要比较珍贵 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它的花期很长 就是正常的玫瑰它是很短暂 可能一周 最多一周 那我们这个玫瑰的话 它可以维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一个新鲜率 所以这也寓意爱情长长久久 对 所以这个要送给汪聪老师 谢谢道歉 我觉得这个不仅很珍贵 而且寓意特别好 也借花献佛 这个送给我们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吧 也祝所有人的爱情甜甜蜜蜜 长长久久 是 然后下一份礼物 是准备送给傅老师的 我知道傅老师曾经有过海军参军的经历 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 我们的航天探测的飞船 这个是远望号 它是可以做一些气象卫星的探测呀 包括航天的一个监测 它是一个监测的 远望号 很有名 远望号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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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家军舰很多 就缺这个 这是嘉宾哥的住院了 希望你的下一份职业 我的脸有那么大吗 不是 不是 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是航天员 我们知道航天员是一个勇敢 无畏去探索太空探索未知的 这么样一个形象和角色 这个要送给嘉宾哥 主要是探乐工作者 那这个乐的话是音乐的乐 哇 太有心了 太有心了 对 所以这个航天员送给嘉宾哥 谢谢 谢谢 小宇航员 谢谢 谢谢道军 探乐者 太有意义了 太有心了 太漂亮了 对 谢谢 谢谢 道军其实你看职业准确的 叫航天文创人 文创人 这真是一个耳目一新的 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 是 我想先问一问道军 因为刚刚嘉宾哥也看到短片的时候 特别感兴趣 航三代的那个说法 是 我是从小就是在航天大院里 长大的孩子 然后老爷是 我老爷今年98了 然后60年的时候 就调到了航天国防母院二分院 然后也算是中国航天初步建设的 一个工作者之一 我妈妈是502所的 是吗 太巧了 对 然后老爷其实就是一直做到 就是在航天工作 这个体系一直到了离休 然后父母的话也是 他的实施勤勤恳恳在航天系统工作了 也是 一辈子 也算是一辈子 然后父亲是湖南航天804所的一个 车间主任 母亲也是航天工作者 印象中还有一个就是 小的时候老爷家会有一个 航天飞机的一个小电瓶车 就是我们可以坐在上面 踩着电瓶车可以跑 然后每次到老爷家 我第一件事就是 我要坐那个航天飞机 因为老爷家每次都告诉我 那个就叫航天飞机 但是道经 我真挺很佩服你 你们用你们的这种灵感 你们这种创意 让那些远在天边的神秘感 瞬间地亲切地来到你的身边 是 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职业 它的这个特点 或者是它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航天事业开始有文创 然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因为航天文创的slogan 叫 让更多人仰望星空 这跟今天的那首歌 其实也是不谋合的 所以是推荐人吧 对对 我们希望用最有趣 最好玩 但又非常专业的玩具 让航天的科技和航天的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尽可能地就是通过玩具 然后去还原了 基本上是覆盖了所有航天重大任务的航天器 然后希望能够通过孩子通过自己用手拼搭玩具 去了解航天到底是什么 中国航天究竟有什么 对 这个对孩子啊 这个影响很大 潜移默化 是 在玩儿当中 他就喜欢了 对 我长大 我抱一个航天 我要当宇航员 这不挺好吧 对 确实 我觉得刚刚傅老师说的 那个点也非常重要 就是这些很好的文创 其实是在孩子心里种了个种子的 对 你究竟能给孩子心里种一个什么样的种子 要这么喜欢 我觉得王同事特别对 这是 你们是播种人 对 我曾经带着这些文创的这种玩具模型 去给孩子去讲航天科普 讲完以后孩子非常意忧未尽 然后结束以后 孩子们会过来抱着我说 王老师 以后我也要当科学家 我也要当航天员 真的 听到这个时候 就特别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 去一直做下去的 除了这个文创之外 道军之前还做过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带一万封信上太空 是的 没错 这个我特别想了解 对 我们就是 就非常有机会 有荣幸参与到 就是跟太空游戏一起策划了 这么一起直播活动吧 就是征集了一万封的太空信 然后可以把大家的心愿 大家的一些心声 想说给星辰大海 说给星星说的话 然后写在信上 然后通过既送到太空游局 然后我们将这个信件 通过航天器的搭载 送到太空去 多浪漫的事情 真的是 我也想到的是浪漫这个词 对 是 对星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对 会很灵的 非常 一定会灵的 今天道军作为我们的推荐人 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 也是因为这首歌 跟我们航天的slogan相当的契合 没错 没错 就是首先我是听到这个旋律的 然后仔细听这一歌 不就是说的是我们航天文创人吗 就是你只要就是星并不远 然后梦想就在眼前 我觉得特别美 然后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在做科普活动的时候 也会放这首歌 孩子们也很有共鸣 对 这样 我们在今天 就直接请我们道军 来小骁地哼唱一段 这首我们中国航天文创 特别契合度高的歌曲 好不好 好的 会唱对吧 会唱 来来来 请到这边来 我们给你准备好了 好嘞 这一天我开始仰望 星空发现 心并不远 梦并不远 只要你踮起脚尖 我从此不再彷徨 也不再腼腆 张开双臂 和你一起飞得更高 看得更远 很好听 很好听啊 声再大一点就甜振 真的好好听 太棒了 太棒了 厉害厉害 真好听道军唱歌 这期播出以后 我估计航天文创 又要多一个领域了 快 航天演绎 好 这一天我开始仰望 星空发现 心并不远 梦并不远 只要你踮起脚尖 我相信 我相信有一根线 把我心情 牵到你的跟前 我相信 有一根线将梦想 与现实相连 我相信有一种愿 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 我相信 我相信 就是这一天 命运 开始改变 这一天 我开始仰望 星空发现 心并不远 梦并不远 只要你踮起脚尖 我从此 不再彷徨 也不再绵腆 张开双臂 和你一起 飞得更高 看得更远 开始仰望 星空感觉 爱的时间空间 寻找生命中 最灿热的亮点 夜 这一天 我开始仰望 星空发现 心并不远 梦并不远 只要你踮起脚尖 我从此 不再彷徨 也不再沉甸 张开双臂 和你一起 飞得更高 很高 更高 感到 这一天 我开始仰望 星空发现 心并不远 梦并不远 只要你 踮起脚尖 我从此 不再彷徨 也不再 缬腆 将开双臂 和你一起 飞得更高 看得更高 有什么话要对孩子们说 其实话都在歌词里了 就是星其实并不远 然后只要你踮起脚尖 努力 然后求知 然后一定会能看到更远的星空 说不定有一天 你可以在太空上 看我们的地球 对 这个是我想对孩子说的话 好嘞 来 请把这首歌 录入我们的曲库 仰望星空 一朵太空玫瑰 太浪漫了 仰望星空 录入了不起的歌 曲库 我发现这个仰望星空一听啊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气氛 已经进入一个浪漫的气氛 我接下来继续浪漫一下行吗 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 首先我很骄傲 因为它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17年我们综艺频道推出的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 《国家宝藏》 主题歌是 《一眼千年》 《一眼千年》 唱出了当下与历史线 优扬的回声 这就是我们的中央台的节目 就是配得上 这是我们中央台的节目 真的非常不一样 而且那种穿越历史的感觉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在历史的《长河》里 好像你真的就是 非常的渺小 我这个年纪已经经历了不少了 但是如果在故宫面前 在那些面前 我们觉得我还年轻 那个历史 文化和知识 浩瀚的大海洋 星空 真是像仰望星空 没错 这个值得一看 而且这个节目的主题歌 一眼千年 我觉得就从这个歌媒 就已经点出了国家宝藏的 这个主题了 是的 相隔千年宛如初见 一眼千年 今天我的搭档 这个共同的推荐人 曲忠人 其实他现在正在从事的职业 是我梦想中最想做的职业 来 我们有请洪霞登场 洪霞 考古书架上的研究员 2015年 洪霞从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毕业 算上在校兼职的时间 他已经在考古书店工作十多年 他把书店的书目 从十几页编到了一百多页 每个月的书训 也成为考古圈内 独一无二的最新书训汇总 您好 谢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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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您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大屏幕上 有红侠的一个小信息的小卡片 了不起的成就 冷门书店坚守十年 冷门书店不一定是冷 其实说冷门 其实会说到考古 这几年可能大家对文博 对博物馆关注度高 但是再往前倒十年 它确实很冷门 而且从我们书店的 一个发展的历程来看 也很冷门 就是我们店即使到现在 就有的时候 我们整个店就一个星期 可能你见到的人 就是员工自己 在最刚开始 一二年我们创办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月 一个星期就很久 你都见不到一个读者 好多人进店之后 他第一句话就说 你们店卖旧书 然后很多人这样说 我就特别纳闷 然后我就问 我说你为什么觉得 我们店卖旧书呢 因为我们整排整排的架子 全是新书 他说你说考古 他不知道考古这个词 是历史下面的一个专业 他觉得是古旧书 然后觉得挺伤心的 你看洪霞在说这段的时候 眼眶都红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告诉大家 你学的什么专业 我学的历史 对 然后研究生就学的是 历史文献学 就更专业一些 我其实当初 我选择历史的 就是医治院历史 其实我是骗了我父亲的 因为我的学校 是首都师范大学 他知道师范两个字 他说那很好 毕业后当老师 但我没告诉他 我的那个 本科的那个专业 是历史学基地班 中国历史学基地班 所以是一个 往研究的方向培养 不可能去做老师的那种 但是我 后来还读了研究生嘛 就是我从我的经历来说 我觉得历史 它真的是暴罗万象 其实在历史的整个学习过程中 你都需要锻炼 历史并不是只是作为一个爱好 只是说知道过去发生什么 不是这么简单 它能锻炼你很多能力 就是我们去逛博物馆的时候 我们去看石窟的时候 我们只是仰头看着 好壮观 然后好震撼 但是这些书会告诉我们 它为什么壮观 为什么 能留下来的美术史 留下来的文字都留下来 遗憾的就是音乐留下来少 我刚才一直在思考 就是学历史能有什么用 我自己的回答 反而我觉得学历史 能让我知道我是谁 我很惭愧 我是从三十岁开始 来读中国历史 认真的读 因为我三十岁的时候 我去国外读书的时候 外国人都在问我 你们中国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为什么是这样 你们为什么用筷子 为什么 我答不上来 我也不敢随便回答 是 我突然发现 实话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根本不配 做中国人 因为在那一刻 别人看见你的时候 是觉得你是中国人 你应该懂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没错 但是我发现我是无知的 我说不出来 我就要去找源头 所以历史让我知道我是谁 我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今天客观地说 有点太实用了 学什么东西都是有用吗 有用吗 可是庄子 两千多年前就说过 无用之用乃为大用 今天其实给大家 带来了几本书 其实就说到就是考古 它的 它其实就像去年 它才考古百年 我这边有带过来 就是北京历史大学 它们的考古教研是 在七几年的时候 它们都没有教材 这些都只是适用讲义 然后包括这是四川大学的 它有一个西南考古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七几年的 这个我家里有 就是各种简朴 然后你就看那本 都是牵硬 有时候那种墨 比我大 我75年 它1973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 考古教研室 就等于说这都是前人 就是那些老先生 他们会促进考古的发展 然后去做研究 去告诉我们 就刚才您说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去找到自己的根 对 这七十年 翻开不录 第一行的第三个字 就不认识 你很诚实 念什么呀这个 这个字我也不认识 太好了 这一段不要问了 这一段不要再问了 再问搞不好我也不知道 对 就是有一个 你看这孩子 让你不要再问了 没有 其实有一个老先生 他就特别好 他进我们店的时候 他就说 就可能即使我不翻书 我只是看你们书名 我都觉得自己特别长知识 说说你的心愿吧 红店长 就是我对我的这一生 已经算是做了一个 我自己的人生规划 人生选择 我要以书店为办 更多的人去了解 了解我们的历史 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 特别好 在你的这个 蛮有意义 在你的这个目标下面 我再送一个祝福 然后把它做成百年老店 千年老店 那不得了 来 点题了啊 为什么喜欢这一首 国家宝藏节目的主题歌 《一眼千年》 就是在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 跟我在做的事情 稍微有一点点像 就是我就像一枚书签 但是我不是在故事里做个伴 我会跟那些书做个伴 我一般晚上没太多事情 我就会喜欢 就是他们下班之后 我会在里边去加班 然后去整理那些书 那些比较老的书 然后觉得就是说 你会觉得很孤单 因为只有你一个人 但是你内心又觉得自己很富有 在那个书的海洋里面 你觉得你像一枚书签 对 因为你就穿插在各个书架 真的 就像刚才你们翻这些书一样 你一一眼翻过去 就一眼千年 你随便翻一眼 然后你就就是畅游到另外一个时空 然后你去看那些历史 去看当时的人和事 其实你会觉得 那种感觉其实很舒服 这有情怀的人 真棒 我觉得现在做实体书店的人 真的都是有情怀的人 尤其做的 还是这么专的一个品类 不容易 这个就没办法 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你会觉得就特别喜欢 而且这首歌 它是国家宝藏的那个 它是那个文物和现在 然后我们是现在和历史 其实它是整个是一个契合的 我觉得这首歌 也是你生命的主题歌 好 是所有中国考古人 所有喜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中国人的主题歌 来 我想没数前世在故事里做一个吧 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沉夜长谈 只有你有喜一郎无数江山 一言千言 相隔千年温如初见 梦见你全望远只想触摸你无望 一言千言 沉默也像万语千言 只要你有喜能描述这光影四角 雨下 不坚守在故事里做一颗帮 像是人般不但与岁月车也长谈 只有你有心依赖无数江山 你一直让我知道我是谁 我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就是我对我的这一生 已经算是做了一个自己的人生规划 人生选择 我要以充电为大 更多的人去了解 了解我们的历史 了解我们有多的认识 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你生命的主题歌 是所有中国考古人 所有喜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中国人的主题歌 来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装置的中间 放在我们 就这样 对 你可以这样就这样放 放在中间 好 代表这首一眼千年录入我们的曲库 我们应该有充足的文化自信 我们也一定会迎来文化的自强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之努力 一眼千年录入了不起的歌曲库 尘诺也像万语千年 只要你有信 你就不要死 你